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2018年的时候 当时还是属于小米底下的一个支品牌 Poco第一次推出以平价物超所值 为诉求的Poco F1 当时进入台湾市场的时候 马上成为卖最好的一个平价旗舰机 那经历短短几年的努力 它在2020年下旬 它也正式脱离小米 成为一个独立品牌 在Poco F1 台湾推出两年四个月之后 就经常许有粉丝敲网 到底Poco这个品牌 它什么时候还在出 其他更高性价比的手机 终于啊 在2021年初 Poco以全新独立品牌的形象 成为台湾市场 首次推出震撼市场的新机 Poco M3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开箱 开箱 那上面看Poco M3 那下面写6000mAh 这个真的超级大 那最上面这里呢 就是它的一些配件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退夹针在这里 那下面这个 它虽然是平价手机 但是手机壳也没有小气 它有两个颜色 但是我个人相当推荐黄色 黄色真的超级好看 这里送了一个变压器 Type-C的传输线 所有配件就是长站子 Poco M3它萤幕采用了6.53寸 FHD 2340x1080解析度水滴前萤幕 表面覆盖第三代康宁大猩猩玻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放眼目前台湾所有定价 低于6圈的智慧型手机 萤幕大部分还是使用720p而已 Poco M3是第一个不到4000块 就能拥有FHD解析度的一个萤幕 所以可以说相当的难得 那在相机部分呢 Poco M3它搭配了4800万画素的 AI3镜头 镜头分别为4800万的主镜头 采用1.2寸的感光元件 F1.9的大光圈 那另外还有一颗200万画素的微距镜头 光圈是F2.4 还有一颗200万画素的景深镜头 它只卖你这个价格 所以它就没有超广角了 拍照部分呢 它的主相机支援AI场景辨识 AI美颜 人像模式 文档模式 夜间模式等等 拍照功能相当的丰富 那录影部分呢 最高支援到1080p的30帧 120帧的慢动作录影 另外呢 搭载了6000mAh的大电池 不过它的重量 进来只有198公克 那在SIM卡部分呢 采用了独立的三卡槽设计 所以你可以装两张NanoSIM 还可以再另外扩充记忆卡 那另外呢 在机身顶部这边 它也配置了红外线连接域 3.5mm的耳机孔 还有扬声器 喇叭部分呢 是使用了入门级手机 很少见的一个粒子声喇叭 音量还有音效部分 都表现得相当不错 机身右侧这里呢 这是配置的音量键与电源键 除了支援AI人脸解锁以外 它更将指纹辨识 跟电源键整合 就算是你戴口罩 也不用担心说 没办法用脸部解锁 相当方便 接下来看一下机身底部 可以看到它的另外一个扬声器 以及收音麦 播影片相当的带感 老实讲 因为它的价格不到4000块 它的拍照 已经相当的对得起它的价格 不能说它拍得非常好 对于一些物体 食物啊动物啊风景等等 它都会用最佳参数 帮你做调色 面对光线 这种高反差的场景 它也会自动开去HDR 那在系统部分呢 Poco N3它搭载的是 Android 10座位系统 它也内建 MIUI 12 Poco的操作界面 那在硬体规格部分呢 它搭载了高通 Snipe Dragon 662处理器 4GB RAM 跟64GB 128GB ROM 我们使用PCMark呢 测试分数是5939分 进行压力测试 总共用了22小时3分 预估它的续航力 可以超过24小时 而且官方的续航成绩呢 它是说代息可以24天 听音乐可以连续听8天 看影片可以看17个小时 相当的夸张 而且呢它的电池 采用特制的电池 电池循环充放 官方号称高达1000次 那在安兔兔的分数实测呢 测得8万分左右的成绩 性能皆超越同价位的品牌手机 当然Poco N3 还只是重返台湾市场第一款手机 我个人是更期待 将来Poco在台湾 推出更高性价比的旗舰机 像它将来可能还有S888的手机 个人呢是相当期待 相信呢会在台湾市场 造成一个破坏性价格的一个效果 整体来说我个人是觉得 Poco N3它并不是非常完全完美 它的质感部分 有的人说并没有很高档 那有人说拍照没有很好 但是它最低也只卖39900 你还要怎样 以价格带来讲 它已经真正的无敌了 我个人觉得说如果它卖个5000块 然后处理器用更好一点 加个超广角的话 那就更棒了 我是电脑王阿达 如果喜欢这张开箱呢 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 与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